生活中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 因为自信是一种力量 也许下一秒你就是自己的英雄 今天贝贝给大家讲一个 两名铁路工人拯救火车的故事 威情实诉 法兰克是一名富有经验的经师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公司的强制离职信 并扣掉了他的一半红利 在他退休之际公司招来了年轻员工 在法兰克看来这些新来的员工 不过是靠着关系进来的矛头小子 尽管他对公司这一做法十分不满意 却也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接受 这天法兰克迎来了他的新搭档威尔考森 他们的任务是开着火车去挂二十节车厢 但是由于威尔考森意识大意 一不小心多挂了五节车厢 一路上没少被法兰克批评 与此同时一群祖国的花朵 要在列车上上一堂安全课 所以控制台告诉777号列车 交火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去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对一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没有连接刹车就启动了火车 还擅自离开驾驶舱去手动开刹车 意外的是火车自动挂挡自己跑了 独自以最大速度向人烟密集的小镇开去 看见火车失控了 杜仪赶紧报告主管康米 这么严重的事件让整个铁路局炸开了锅 全局上下都在思考对策 他们首先轻控了列车所在线路上的其他列车 而法兰克驾驶的1206号列车 本来也应该驶入侧线 但是由于多挂了五节车厢导致列车长度超过侧线长度 因此无法正常驶入侧线 无奈之下 法兰克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驶入离1206号列车不远的维修轨道 但这样的话 他们随时可能与全速前进的777号列车相撞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1206号列车只是被失控的列车撞碎了一节车厢 在这之前铁路总局常是在777号列车前面用另一辆火车使它减速 但是这辆列车非常疯狂 根本追不上 而更危险的是 经查时777号列车上装有大量的液态分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所以这辆列车就像一个大炸弹 康尼想要让列车在驶入市区前脱轨 但是公司领导不同意 因为脱轨后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为了减少损失 封死派出了具有26年经验的机械长杰德 让他开火车去阻挡魔鬼列车 同时派飞机送前路战队员雷恩 到魔鬼列车的驾驶室控制列车 但是现实并不理想 由于列车的速度太快 导致雷恩被狠狠地撞进了后面一节的车厢 最后列车巨大的惯性 又把杰德所载的列车撞出了轨道 顿时车轨人亡 计划宣告失败 为了阻止意外的发生 国家出动了所有的警力 出散民众到安全的地方 而进入维修轨道的法兰克 看到魔鬼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远接器 是开启状态 于是他打算驾驶火车回到主道 通过倒车的方式追上魔鬼列车 并与之接轨 通过向后拉的方式迫使列车减速 就在这时 法兰克收到消息 铁路高层为了自己的私利 打算用脱轨的手段 让列车在阿克罗镇脱轨 但经验丰富的法兰克深知 这并不能成功 他坚信自己可以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就这样 两个平民英雄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经过紧张的追赶 1206号列车顺利追上了魔鬼列车 正当接轨快要成功的时候 威尔发现连接器并没有锁上 于是他跳上另一节车厢 试图将锁锁好 但由于火车撞击 车厢内大量的粉线一涌而出 严重阻碍了威尔的视线 他的脚被火车连接器夹伤 险些丧蜜 但凭借完成的意志力 他成功完成了任务 然而 这并没有让火车减速 列车仍然在高速的向前行驶 来不及多思考 法兰克决定跳上魔鬼列车 通过打开车厢的刹车装置 使其减速 火车的速度虽然降了下来 但依然达不到过桥的标准 列车仍旧疯狂地飞奔着 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 法兰克跳上魔鬼列车的操纵式 但因为两节车厢的距离太长 他根本无法做到 在这紧张的时刻 奈德驾驶卡车赶了过来 救下了1206列车里的威尔 并成功将他送入魔鬼列车的驾驶舱 故事最后 在他们的努力下 列车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在过桥时 他们将车厢内的部分货物请盗而出 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火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平问平下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 平凡人的伟大 两个小人物为了拯救十几万人 突破潜能 用生命做赌注 可谓是真正的体力英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再见啦